怎么说呢 顶梁柱 突然一天到了最重要的比赛开始的时候 他不再长伤了 这个心理压力太大 没事 第二局我带着纱布 王者归来 好的 也是进入到双方BO7的第三场比赛 这一局蓝色方JC和红色方是E-Star 其实你对于刚刚鬼迷的呆毛 你要不要下次尝试一下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JC的话可以输六根 如果说我是短头发的话 我可以尝试一下 我觉得你长头发也可以尝试 尝试吗 可以 好 我看JC这边手扳掉老夫子 E-Star这边是手扳掉了马可波罗 E-Star这个扳选真的是有点索然无畏的意思 没错 还是扳掉了马可波罗 简单粗暴 自己不用也你也别想用 甚至把鬼迷的呆毛给拔掉一个 好痛 二楼 JC怎么选择 东皇太一 连续两局 感觉东皇太一实在是太麻烦了 其实我觉得JC这边二楼二选扳掉的是 东皇太一可能一楼拿花木兰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没错 因为花木兰还是比较怕东皇太一的 是 三扳掉干枪墨爷 现在其实对于前面李就伟分析过 在于昨天比赛5场100%胜率的一个花木兰 这个花木兰一旦出来 而且他优先确定 这是对JC来讲是个比较稳妥的一个做法 当然这局扳掉了达摩 还是扳达摩 自己拿阿柯不让你小鱼 碰到阿柯这名一种 那如果这样的话 花木兰就是放给对面拿了 是的 我也不着急 曹操杨检有可能也是一次大的首选 曹操花木兰 应该是曹操花木兰 这手拿到的话一次大将比赛 可以说稳了一半 相当选择 英雄比较硬吧 但是现在对于JC来讲 有个问题就是 怼怼这边的一个阿柯 能否使用像自己的赵云和菊佑金 那么得心英雄 这也是目前来说 JC主要思考的问题 是的 你不是说你拿阿柯就能打得好 适配自己的套路和阵容 一选代班做得非常地优秀 你自己选这阿柯 不让小鱼去碰 但现在自己能否处理好也很关键 因为赵云和达摩这样的英雄 都是先手开团型的 而阿柯这种英雄 是属于后手收割型的英雄 两个英雄的打法不一样 可能对于队队来说 还是需要适应一下的 是 这场比赛终于来到了 荡浪的一个诸葛亮时间 哦 这真长不好 看一下诸葛亮拿到 加海吕布又是吕布 吕布这名英雄 真的今天在JC手上 自从QG Happy Heart拿出来之后 就感觉吕布这个英雄 整个人都不好 打出来 拿出吕布的话 可能就不会再拿射手了 对 已经有一个很核心的物理输出位 对 我前面说到吕布这个英雄 已经不好了 就是平时上赛季 你都是拿我框地为塔 你只能跑的命 嗯 现在我吕布开了大招之后 大家反而全部过来了 我就像个吸铁石一样 没错 我觉得吕布这个角色转换 也需要好好的考虑一样 是 一斯大的三四楼 看小鱼会不会选择李源方吧 应该不太可能了 因为打野位应该是曹操或者花木兰选一个 我觉得双边路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吧 对于如果说拿花木兰给到小鱼这个点 有点浪费 我觉得双边路太过强势 这是目前来说一斯大在练的东西 双边路强势 然后小鱼这边再使用一些就是不得了的英雄 看一下吧 其实不好讲 其实这场他现在 单看JC前三层楼 拿哪个打野都不合适 这一手选中单加辅助是对的 因为JC的前三手这么一拿 你真的很一斯大这边打野不好拿的 是 我们看一下火舞加张飞确定 那有可能还会拿一手比较脆弱的 打野位李源方 倒是有一定可能 小鱼需要一个 我觉得野区刷也行 刷也比较快的 韩兴 韩兴不太好 怎么样看不起我们余神的韩兴 我不是看不起余神的韩兴 我是看不起阿柯对面的韩兴 阿柯打韩兴有点太快了 有道理 我觉得两秒就不见了 不过目前来说我觉得容错率比较高的 打野英雄还是要偏肉一点 要有个半肉有一定的输出能力 那个不是他的风格 主要这首其实小鱼也有可能会拿一个杨检打野 还有三秒钟 最后一秒 三秒 孙上香加牛膜 孙上香出场了现在 这是目前BO7之后 JC第一次拿出射手位 杨检 李源方 鬼迷的脸上露出了鬼迷的微笑 诡异的微笑 李白 李白的可能性我觉得有的 李白得难 李白不是很好打 打不太动 如果说JC这边如果有个双脆皮 其实他们的一个相当还比较脆 其实拿李白我觉得稍微是有点可惜的 其实最好的是杨检 嗯 真的最好的就是杨检 就看一死到目前的一个选择 小鱼到底自己怎么办 你看一眼JC这边五个人 李白 就是杨检 李白 李源方三选一 哦 选李白 李白这边却对于JC这边三个比较脆的脆皮 包括像阿柯 诸葛亮 还有孙上香的威胁非常的大 但是 是 换个角度啊 孙上香 阿柯 诸葛亮 哪个对李白的威胁又不大呢 我觉得双刃剑 对吧 对 而且我比较怕的什么就是说 不能叫怕 就是站在小鱼的角度来看 首先前期对方有个牛魔这个加双抗 你就很难受 对吧 第二的话 对方这个阵容 我真觉得尤其野区我最最觉得担心的人 就是说李白的野区我真撞到荆轲逃不到好 对 野区的李白除非是你真的是刷好大招的时候撞到荆轲 如果两根正面直接碰到 李白还真打不过荆轲 没错 你开大 我也开大 目前来说阿柯的一个生存率是已经远远提高了 大招隐身再加上能回血 而同样对于李白来讲 其实这场这局对于小鱼的一个点来说 就是刷完大招之后对于 我前面说了 诸葛亮 孙上香 阿柯的一个反伤 伤害能否打出来 但是同样的问题也对小鱼是有的 如果说诸葛亮一个大招 拘到了小鱼的李白 许亮健不健康就成为了他的生存最大的问题 所以说李白诸葛亮的技能还是比较好躲的 二技能大招都能躲 他怕的是谁 孙上香翻滚了一枪 那一枪可真的不好躲 但是到后期孙上香一枪都把李白点掉三分之二 这个是最吓人的 没错 而真的在于JC这边拿出孙上香之后 对于他们来说中前期的推塔 倒是不用担心 是的 而且大家可以试一下 就是孙上香加阿柯在排位里什么概念 我们讲一下 到大后期的时候五六件装备 假设这是一场排位局 就是说比如说不知后五 或者李白这样的英雄 怎么死 就是在线上走着好好的 孙上香草丛翻出来一枪 阿柯一个二技能一技能就没了 就没了 你就没了 我们看一下抱着这个JC加油的小姐姐 非常专心地在跟旁边的小姐姐聊天 是 在讨论阵容 对 在讨论战术 到底这局要怎么打 小姐姐随便 我觉得这事应该是台上教练要关心的事 好 我们看一下双方其实在于打野位 队队的一个阿柯对上了小于的李白 那这局其实同样还有两个看点 还有一个看点就是伊斯大这边的一个双边路 花木兰加上诺严的曹操 这两个双边路对于JC的一个阵型 是否能打乱得非常的完美 才能让小于的李白怎么说呢 三进三出 而且同样以前小于的李白还是有个壮举吧 刷牛魔为刷超级兵一样 内幕真的是一直在给大家重复重复再说 好的 也是进入到BO7双方的第三场比赛 JC在蓝色方红色方式伊斯大双方1比1战屏 我是今天解说黄人 我是今天的解说琪琪 我是李玖 感觉这场没有上一场喊的凶啊 双方我觉得在于来到同一起跑线之后 来看伤害 可能粉丝也的神经有点放下了 这不需要放下了真的 梁米姐一个人打全场 无敌 干嘛有的时候也要休息 周路打的特别凶 看一下这个位置 两边都在拼 这些残血这波 红buff谁拿到 阿克拿到 那这一波再不走就真的伤了 小于这边有点伤啊 前期李白一旦崩一个野 对于他前期在于暴君之后的一个优势就完全没有了 而且不单单是崩一个野 就崩一个buff 而且这个红buff接下来的话 就给他如果最吓人的 如果要双让香拿到这个红buff 花姆兰这里就难受了 看下能不能拿到 能不能抢回去 悬有没有标有没有标 没有没有 距离稍微有点不够 那么这样的话下路就可能 会感受到什么叫来自大小姐的任性 两位抓小于 我觉得一斯大有点危险 终于是趁机趁机掉了 但是这倒不了4 那小于很难倒4 如果JC这边捡员的话 前面的劳动全部白费 牛魔前期太肉了 而且这个被动 被进场的伤害打得太足 这个被动太可怕 这一枪没有点到 神之一番 我有红buff就是骚 是 刚刚非常危险 如果说JC这边直接被一斯大带走一个的话 他们前期的劳动成果荡然无存 没错 而且可能会被瞬间翻开 拉打掉暴军 我每次都感觉大小姐拿了红buff 就好像一个 你的这个 富家女 进野去买了个包 出来这种感觉 先看一下 更傲娇了 这个武杀先生 这个武杀确实我们也说过了 他是本赛季的第一 唯一名武杀 还是他第一名武杀 当然他也是第一名四杀活的 他险些就变成双武杀 有一个武杀是被随风的 没错 没错 随风的江飞 跳了个盾 挡了诸葛亮的元气弹 让他被刷起来了 没错 而且还是刚刚好是因为那个有盾 不然的话 OE伤害打掉也是武杀 是 看一下这个位置 要抓鞭路 但是 奶茶是无辜的呀 不倒下手 这张飞说我已经路过了 没错 反观这边橘子 闪现 我们扛得住 盾上香拿到一血 还要再杀 轮流扛塔 不错不到了 四杀香没有蓝 扇子没中 牛魔 前期前面我们说过 一集团这边牛魔的一个被动 牛魔前期太硬了 太可怕了 这双抗加了 蹭蹭蹭 那伤害不低的 是 这样的话 李白需要通过自己疯狂的賴线去做发育 如果不发育的话 李白在中后期的一个能力完全打不开 确实JC这边的一个射手位 还有一个打野位 等级太高了 直接压了一个等级 我真的觉得阿柯是唯一一个可以近战poke的英雄 对 有种感觉 这一发 反蓝 没反到 犯犯牛魔走不了了 这波有点沟通不唱 阿柯也走不了感觉 被沉默到 逼死 反打 非常nice 三分钟 这样一波反打 对伊斯丹来说是提高士气最好的一个方式 强心技 不过我觉得也是JC这边沟通有问题 老王这边一个人太深了 而阿柯在旁边坚一不了 然而你 我觉得失误在哪儿 对方打野是个李白 你即便大招中了能怎么样 你把用大招加逞技来抢这个蓝buff的话 就是可以抢 是 而这边荡浪的一个发育 在于JC老王和 对对 在用命去换蓝buff的时候 自己的一个猪鬼量发育是非常的舒服 目前来说1700 但孙上香2100的精级 出了一个回蓝牌 双方的精级上 精级最好的应该是孙上香 对 接下来是 伪装的一个中单 之后是诺言 以及 荡浪 现在对于JC来讲 他们节奏慢慢缓和下来 前期感觉建立了优势 在于目前来说 精级没有打出来 被反扑 看一下这边诺言跟上 牛莫一个大老王拍三个 李布落地扫起来 但是伤害明显不太够 阿柯还在出 张飞有大了 这波只能撤 看下眼区再抓 一撒这边反而完成了一波反扑 是的 朱古亮这边的一个位置 确实有点凉 感觉还要出事情 张飞开大硬钢了 小鱼这个时候进场 对于李布稍微有点难受 不过应该是不够的伤害 被李布扫下很痛 闪现躲开一段击飞 但是紧跟着再往前滚 JC这边前期处理很好 但是在于现在这个阶段 并没有有个很好的局面 没错 他们这边我觉得团战 稍微打得有点散 特别是在团战之前的 那个兵线运营 稍微跟上 两段进场强 换一个 孙上香 从前面的一个经济 全场最高 橘子这边选手 真的是蛮吓人的 今天在场下 有个小伙伴问我 你觉得到鸡翁赛 这个时候怎么看Asta 那条边罗 我说其实橘子到鸡翁赛很强 他说为什么 我说他是一个 绝对的鸡翁赛选手 因为他的最强的一个点不在于操作 在于他心理素质极好 他是绝对的大心脏选手 这种选手到季后赛 发挥会特别特别到位 我还有你要说橘子 他有个大鼻头 你过分了 我给你说 干嘛大鼻头的人有一个大心脏 不行 神逻辑 怎么样 好 季后赛的发挥比较稳定 确实 橘子今天的三场比赛 到了第三局 他是目前来说 场上发挥的比较稳定的选手 你将个 就我先撇开像伪装 有中单这种 本来就很稳定 但边路这种选手 更多的需要自己的一个心理建设 有没有包袱 道朗这边依靠自己的一个被动 想要去限制下对方的走位 诺人第一件装备冰横就过到手 你看这个奶茶就是这么的让人难受 这个辅助 说白了这个辅助 夸他最好用的一个词是什么 就是这辅助真的恶心 就粘 不是 你说他二技能没飞下去 他第一反应不是绕走 我在草丛里等个CD 再抢个人头 这波抓死了 真的 你说他没有飞下去 OK 我干脆就不走了 我在草丛里多当一会儿眼 先当一个固定眼 CD好了我再当移动眼 我再飞走 够年啊 这就是奶茶的本性 奶茶够年嘛 好 来啊 正面继续想要跃塔 但是吕布确实有点半装 这是一杯什么奶茶 这么年 珍珠奶茶 真是一般的 再来 小鱼现在打出的总统其实真的很难 现在李白的一个 还没到李白很好的发育点 发挥的时期 而且都给个减甲 减速 再来 强打 这波可以撤 上来 E star是要推上路 草草开大 鲁夫原地上 青春波冰线 我觉得这边 鬼灭是考虑到了 对方可能要强拆啊 不是 是我们的 青城可能考虑到对方要强拆 所以直接选了一个大招 这局也是换了核心 反伤刺甲 吕布刚刚准备要做出 奶茶这个系列做得好好啊 这名选手真的在辅助位上 尤其在战事业这个事情上 做得太到位了 对 他跟老杨越来越像了 怎么说 就他每次压的一个点 压进了一个点 永远看到位置在蓝buff隔墙的草丛里 按照观察你 嗯 老杨是这样子的 其实不能说像 这顶级的一个辅助 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像 其实每个位置达到 每个位置达到了 超一流这个等次之后 就像他们的一个 数据图一般形状都差不多 是 一样的道理 大家做的事情基本上 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差距 没错 小鱼也是核心道具 气血之人 帮助他续航的一件道具出来了 这一样一件道具的话 帮助小鱼可以更多刷出大招 现在JC我觉得好好考虑到 怎么去应对李白这个点 小鱼只能刷出三件 是 第四件打不出来 没有办法 我觉得他也尽力了 旁边的边野也不给他机会刷 能砍砍几刀 还有机会 不行 赶紧走 现在再被追上枪一枪 助量就给打了 又再拉出混了 大招吼出来 小心吃伤害 有没有队友能跟上 有没有大招派只派到一个 如果你再往前追得不偿失 这一次要选择撤退 那这个打法只有张飞能这么打 因为盾嘛 不过那个盾在于铝布发育好的时候 这个盾也是有点苍白无敌 披荆无真实伤害 来了 上路还在皇城对决 不过这个 这样一个对决我觉得对于 BSTAR来说的转 大家就看到了 鼻子这边在抓 不是 特别好杀 两段接逼出一个沉默彻底 奶茶又居然到了 闪现交得很果断 助不了 盪了这么一选手 真的好直接 粗暴 是 感觉这场比赛两边的辅助 交锋的其实也很厉害 老王的每个大招 包括奶茶这边居然 卡士野都特别到位 是 我觉得卡士野这个事情上 奶茶基本上可以算到全联盟最强的防御之一 对 单单论事业的角度 他的一个操作也是在明显的有一个提升 就包括像中前期我们可以看到 那他从一开始的编路 到转型辅助之后 其实有个自己很好的一个作品 曾经的Buff人 到今天的一个张飞 辅助蛮累的 你的世界里有很多 你有陆带有暴君 有Buff 有人头 我们看伊斯大 哎呦 强到了 这伤害有点高啊 从前面 东皇太一被暴君砸死的那次来看 今天伊斯大的粉丝并没有败暴君 没错 而且这个三二箱 这个伤害是大有点高 没办法 中间的一个花母蓝 中间一技能已经拍掉了 所以他也没有更高的一个爆发型 能在 而且鬼门孙上将出道中去之力 之后下次翻滚伤害 又一次震撼 其实这点其实在于今天啊 小鱼使用到李白 之后在于场上并没有对 与JC的一个节奏点有不好的压力 那平常李白如果在比赛当中 要怎么压会比较好 我们一开始先看全部团战 看下年到 张飞好大 直接横上墙 没收到这个人头 继续拍 感觉不太要走 老王大招闪现拍起 一人 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到位 看下大浪这边到位之后 大招跟上 直接破掉了张飞盾 可是没法击杀 这一波其实能走一个算一个 比较好 伪装进场 这一波连滚带爬 打起三人 但是没有人能收人头 刚刚如果小鱼死了的话 真的是我就要背锅了 没错 其实小鱼这边比较尴尬 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地方 对方可以让他刷这个大招的 是 他这个血量想回头打 但是没有办法 没有兵 心很无力 目前来说其实他打的已经够好了 刚刚那波团战真的发现 他用自己的一级能加二级能 固定地黏着对方正面团打 老王这边 老王应该走不了了 反方向跑 不过这个减速减得有点狠了 大招用得很彻底 大招里面在于持续范围性减速 二级能快好了 贴身可能一个二级能直接飞 没有选择反向飞 一颗 这边走位 花石牛 他没办法 正面杀了一个不知火舞 没错 认你这个怎么说呢 左扭右扭屁股扭得再好也走不掉 刚刚可能送塔会更好一点 这边是给不知火舞一个助攻 不太送得了 那个时间应该还没有过 我感觉 他其实可以反向撞一下石头 撞回自己塔的范围 没错 不过走位还是蛮不错的 走猫步 老王走牛步 如果记得不错的话 他曾经在哪吒队上 老帅不知火舞的时候 也曾经出现过这一幕 对 这一幕令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们看这条暴君 黑暗暴君是1分30秒 雪上 孙让翔又要来 如果被抢两条的话 特别是这条黑暗暴君 我觉得如果一丝大战 再拖时间 旅客这样给孙让翔创造机会 翻轨 一枪 又抢到了 应该是 抢到了 祝贵梁一个大招 大量收到这个人头 这条暴君 确实血量控制得非常好 正面的话少人 四打四 祝贵梁波终结 没错 这个孙让翔这个英雄 也是够远 够快 再翻误一下 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说 我刚刚说判定孙让翔又抢到了呢 因为我本人玩孙让翔特别多 而且主要这种东西 真的是 不好讲啊 一个地方同样的味道又一次 我特别喜欢玩孙让翔就在抢龙的时候 而且他刚刚有个游戏的操作就是在于 《鬼迷惊鬼》选手是在上路红buff隔墙的时候先进草丛 然后等吕布大招转完之后 打一下伤害 吸一下目光 再翻滚出去打 那一枪太恶心了 所以这也是孙让翔这个英雄目前来说 使用到宗师之力的可怕之处 而且吕布大招其实就是为了拖时间 对 没有孙让翔在的话 吕布那个大招都不敢跳 《清晨》这局的一个发育 其实并没有到一个很爆炸的一个阶段 还没有进入 目前破军还没出 而且核心装备闪电闭销也没有打出来 所以如果说要依靠吕布来抢暴军或抢主宰来说太难了 不然这个红 还是危险的 看这大招 哇 好关键 又是一枪 这枪被倒掉 不然跟他直接死 又一枪 吕布大招转到后期手里拿着不是枪啊 这是核弹 每一枪的威力真的是牵动人心 有一个大招 咋不死 这枪算了一枪能补到一枪的话就死 没错 而且他帮助诸葛亮压血线 这样跟双斩杀也是不错的效果 没错 13分14秒双方战成了 4比9 感觉双方打得一身一身 现在这节奏其实都在慢慢往后扳 Estar有自己的优势之处 同样JC也有自己的优势之处 这就是说为什么说我刚才在比赛之前讲到 其实李白这样也不好打 最难受的点是苏尔香 因为苏尔香这个英雄 他的一个输出节奏太快 翻滚之后一枪就点出去 看这个主宰掉血 非常快 翻滚一下 能不能抢到 然后大家拍下来 看一下诺妍在找主宰 来 抢回来了 诺妍瞬间爆发 非常高 这一步我很好奇就是说为什么 鬼迷这边他不去点主宰 他没有想到曹操的瞬间爆发能力这么高 不高我觉得 诺妍其实打掉主宰 用了差不多两秒钟才打掉 大家都看着老王的大招范围之内 我觉得 鬼迷刚才如果转身那枪点到的是主宰的话 那个主宰就不会被抢 诺妍 我觉得E-Star也是划算 这比买卖很划算 两条暴君换了一条主宰划不划算 没错 太划算了 我现在对于JC来说 这条主宰一丢我觉得好伤 诺妍说是E-Star这边节奏完全回来了 本来的话其实JC这边是优势占尽 是 不过他们刚刚其实在E-Star前期的一个推线 兵线运营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导致他们虽然有一定的人头领先 但经济其实一直是在 场面虽然是被JC所掌控了 但是自己的经济和人头都是保持不错的领先的 没错 完全是依赖他们的一个双边路 这也就是为什么E-Star在于常规赛中期转型之后效果这么好 太实 太百搭了 是的 14分52秒 这局JC要开始应对到对方的主宰先锋 这样的一个控龙节奏 其实对于E-Star来讲 还能慢慢的找到自己的一个突破口 对方很难受 铁血之师VS无灭星辰 本赛季时长小于15分钟的比赛中 JC胜率为69% E-Star胜率为67% 时间越短的比赛胜率越高 JC这边相微占百分之二的一个优势 JC其实长时间的过30分钟的比赛的话优势会更大 为什么要鹤呢 因为他们很照顾到我的小肤 没错 小肤臣看一下 再来压一波 E-Star先锋 E-Star压中路二塔的话 JC 算上香 完了 杀到了 打死张飞火锅大 这波逼动三人 再跟上伤害 应该是不是要上路也杀了 E-Star的瞬间依靠这条主宰 主宰是直接逆转了整体比赛的一个节奏 场面完全占据主动 而且连续破掉两座二塔 强杀两人 这确实证明啊 这一条主宰比前两条暴君都抢回来了 这就是JC比较亏的地方 我感觉有一波的 有 哦 荡浪的重量 被活物的扇子 前面用自己的扇子去痛别人 现在自己也感受到那份 但 水丁出了护盾 持续15秒 4500点血量 老王这个伤害 想隔一下墙 想拆有点难 并没有兵线 还做 这种炮车 强拆 强拆 让我们恭喜E-Star 2比1 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恭喜E-Star 这场比赛确实对于E-Star来讲 这场比赛确实对于E-Star来讲